It's not your fault,王惠國 記得小時候,當我做錯事的時候 父母有時會用 我究竟做錯什麼?為什麼會生出來? 你都發洩對小孩子做錯事時的憤怒情緒 然後長大成人以後,在教育界打滾 作為年輕的時候,在中學任教的經驗 有時候見到有行為問題的學生 無論是學業成績,行為偏差,甚至犯罪等狀況 作為老師就會想 為什麼你媽媽會生你出來這麼作惡多端? 之後就會將生意或在學校的罪狀如數加真報告出來 最後我們會問,究竟是誰的錯呢? 有人問我是制度的錯 以前大台電視節目中,有一句對話叫做是社會的錯 香港歌手方浩文 4月30日在YouTube發布新的音樂錄像 以This is not your fault,這不是你的錯為歌名 其中的歌詞有以下的部分 必須你的出身,引致腐敗 是世間本身以這樣壞 害你一來到,要先清理業債 然後你見盡了,極殘忍的世界 才讓你領會錯,是你推那張骨牌 成年人世界普遍有一種傳染病 外姑稱叫做性賴病,或者叫做社博症 以這種病最喜歡針對在社會上弱勢的階層 年青人 由早年吃鹽多過你吃米,到一代不如一代 最重要的,他們反映投射以下兩項信息 1.我比你年紀大,我比你社會地位高,我比你強勢 2.年輕的一代沒有資格、沒有權發聲 務求用備份、地位和權力,要你收聲兼收平 2.現今世上、社會上、制度上任何的錯 只是因為年青一代沒有跟著他們那一套去做 甚至倒台來挑戰他們的做法 結果用解決提出問題的人的方式 將錯誤推卸到年青人身上 所以當生一代成長的時候 他們接觸和面對的世界,就是上一代製造出來的世界 如果上一代製造出來的世界 只有仇恨、偏見、排斥、欺凌、壓迫或者歧視的話 他們就會變成只有仇恨、偏見、排斥、欺凌、歧視 正如歌詞通提及 他們只要來見盡了極殘忍的世界 下一代為了要肯由上一代製造出來 極殘忍世界中生存 唯一的選擇就是變成上一代的人 但是當社會出現矛盾、對立或者衝突的時候 上一代的人就會將責任推到下一代人身上 讓年青世代不以為自己對現實的不滿和挑戰 甚至將黑暗面揭露出來的做法 在成年人眼中就是一班年青人闖的禍 第三,年青世代可以讓成年人感受到問題的根源所在 無論是在自私、貪婪、懦弱 造成今天世界和社會變得更歪 他們可以選擇成為受害者 或者加入成人世界行列成為家害者 如果下一代變成為壞人 實際上This is not your fault 這件事只是因為上一代的成年人 無論是權貴、高層、校長、老師、父母 所作的業所知 爛透的成年人必須明白 上一代作的業 世上任何在新的一個人都要畫 無法逃避 如果你選擇不明白 現實自然會迫使你面對 等於任何的暴君或者獨裁者死前 從來不得安寧 因為他們深深恐懼 終有一天被他陷害過的人 或者組織會回來報仇一樣 而最後可以是不得善終 又可以是死了之後一無所有 非非煙滅 應驗了天理循環 暴應不爽的規律 因此我們要鼓勵和支持下一代 繼續為勃正亂世 而優雅地戰鬥下去 正如歌詞中要保守赤子之心 不要被四周七刻拖垮你 縱然你一出身就面對世界腐敗 但因為你吸他光 這個世界甚至是覺醒的人 原來都不是這麼壞 因此 肯請你放下你誤解 正因為這樣 正是你讓我看見新的世界 It's not your fault It's in the art fault 這個不是你的錯 而是我們的錯 It's not your fault 作曲主唱方浩文 填詞王偉文 編曲監製王湘俊 報道無罪 知情有價 香港人撐罪新聞 出 compart了